今年主力北上發展的事後胡幸宜 今日就在內地社交網上了一條影片 原來7月11號對她來說是非常特別的日子 事關1999年的今日 當年19歲仍然讀科大year1的她 就當選了香港小姐貴君 片裏胡幸宜還積積帶起當年的後觀和彩帶 還好搞笑說24年沒帶過 所以有少少激動甚至有想哭的感覺 她還說當選了好像發夢一樣 還成就了今天的她 入行25年的胡幸宜 在片裏大力年所得到的獎項 當中很重要的一個獎項 竟然不是最佳女主角 而是她演藝生涯中第一個獎項 憑著電視劇《流金歲月》飾演欣欣一角 在台慶35週年奪得的《飛躍進步女藝人獎》 至於憑萬皇之王遠遠一個 所得到的最佳女主角 就是她第二個里程碑 還強調得到她絕對不容易 童年也奪得我最喜愛的電視女角色 最後她也提到演員是很有趣的工作 不同年齡階段可以飾演不同角色 覺得自己很幸運 也許一個被騙人獎喔 她很喜歡 我們一個是女人的 英雅 第一次的啊